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妈妈不是叫你赌博呀 那你知道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为什么放弃红色的布置呢 从前有一个怪兽 明镜少年他头上长着脚非常厉害 平时他躲在海底下 每逢处夕他就从海底下爬出来吃牛羊鸡猪甚至忍 结果村民发现年兽最怕红色 小生和火光 所以每年春节都会在门口贴起红色的春帘 红符字 还会放起屁屁啪啪 想着泡足烟花 这些都是我们古往今来的过年习俗 如今新加坡不允许放泡足和烟花 取而代之的是五十五楼 也添加了装艺大游行和春到河畔等活动 让其他种族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庆祝过年 那你知道大年初一要做什么呢? 大年初一去拜年 带着两粒吉纸 代表习一的义事 拜年的时候我们要说吉祥话 我们祝长辈们身体健康 祝小朋友们快高长大 祝叔叔阿姨们事业有成 那为什么你最喜欢过年呢? 过年是我的最爱 穿新衣穿新鞋还能拿红包 对呀 过年的时候长辈会派发红包给你 是为了把好运和祝福带给你 红包里的钱只是要让小朋友开心而已 真正含义是在红包风 因为这象征吉祥 如今我们也能用 一安包来祝贺对方 不过妈妈觉得 这失去了派发红包的真正含义 哇 你看这是什么呢? 这是余生 观众朋友,你们知道余生要在什么时候吃吗? 嗯,不知道 余生要在正月初期吃 为什么? 因为正月初期也叫人日 就是人的生日 古时候,人们用七种不同颜色的菜作为 七仔菜根 传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已演变成了今天的余生 老余生是本地的特有习俗 不只是华人 其他种族的朋友也能和我们一起 发发发 老余生的时候要说吉祥话 我们一起来说吧 祝大家一方丰顺 二人同心 三羊太太 四季平安 五福林门 六六大吨 七星高照 八面微风 九九七香 十全十美 这些都是我们古往今来的过年习俗 你们已经要低了哦 谢谢大家